捷克当选总统帕维尔星期一诗言要加强捷克与台湾的关系 之前,他与台湾总统以外交部长通过电话 帕维尔在星期六的总统决选中战胜民粹主义亿万富翁巴比斯赢得总统选举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电话中祝贺了帕维尔的胜选 帕维尔在推特上表示,今天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过电话,他感谢他的祝贺 他向他保证台湾和捷克共和国共享自由、民主及人权的价值观 帕维尔曾经在2015年至2018年担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他说,我们同意加强我们之间的伙伴关系 他在推特上便还表示,他还表示希望将来有机会亲自会晤蔡英文总统 这通的电话可能会激怒中国,中国正在试图在世界舞台上孤立台北 并且防止出现任何让台湾显得具有国际合法性的迹象 北京胜称自治以及民主的台湾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 必要时有待武力统一的一国省份 台湾总统府表示,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市也参加了这次通话 通话持续了接近15分钟 接着等等 结束 пять 结束